约翰·潘伯顿于1919年发明出可口可乐秘方 至今仍然珍藏在位于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世界的保险箱内 这个绝密的配方已经跨越百年 然而却仅仅为极少数人所知 那可口可乐公司是怎么可以做到把配方的保密工作 在经历130多个年月都无法被人破解的 可口可乐作为全球著名的碳酸饮品 自从1886年诞生以来 由美国的约翰·彭伯顿发明以来 已经走过了130多个年月 他之所以能屹立不倒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得益于其独特的口感 可以说可口可乐成功的秘诀在于他的创始者 约翰·彭伯顿先生对其配方的高度重视和细心守护 但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可口可乐并非一款简单的饮料 反倒是作为一种医学治疗药物 其原因是约翰·彭伯顿本是一名药剂师 原本其成分包含多种草本精华 以确保使用者在享受美味之时 亦能摄取到足够的营养 随着公众对这款神秘药业的逐步认知与欣赏 可口可乐逐渐从亚欧美洲边缘走向全球市场 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1903年 伟大的约翰·彭伯顿先生离世前 将独门秘方托付给其侄子 阿萨坎德勒 起初阿萨坎德勒并不重视可口可乐的配方 但是 在之后 他担心配方的泄漏会导致可口可乐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受到威胁 在意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后 他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配方 阿萨坎德勒不仅把放有配方的 保险箱位置换到了隐藏性更高的地方 而且将保险箱的钥匙分成两半 分别交给律师和自身保管 在公司内部 对于那些只要接触到配方的员工 也均严令签署保密条约 甚至还设立了安全部门负责监控配方以及生产流程的安全性 即便这么严格 可口可乐的秘密配方 还是在1940年 被记者哈里安德森通过调查和追踪 并找到了保险箱的位置 通过一些手段得到了配方 并公知于众 把配方泄露出去了 当时的这个事情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愤怒的阿萨坎德勒指责了 哈里安德森侵犯了公司的商业机密 最后哈里安德森撤回了他的报道 并公开道歉 事件发生后 哈里安德森加强了对可口可乐配方的管理 更为严密地保护了配方的机密 首先 他们限制了生产配料的地区 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配方的成分和比例 其次 他们将配方分散保存 加密藏在保险箱里等 以确保配方的安全 此外 他们还有一系列复杂的配料和步骤 以及高度负责的员工 这些都确保了配方的保密性 在可口可乐的生产过程中 也有许多独特的环节和技术 这也增加了配方被破解的难度 例如他们采用了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 每瓶可乐的生产过程 都是严格控制和监管的 以确保每瓶可乐的口感和质量一致 此外 他们还采取了严格的内部控制和审查机制 以确保配方的安全和保密 现如今据可口可乐首次亮相 已有130多年 虽然众多竞争者试图研究出其全部配方成分 但至今仍然无异成功 其实我们根据一些公开的信息和相关的历史记录 也可以得知一些可口可乐配方的成分和比例 可口可乐的配方是由五种简单的原料组成的 包括水糖 碳酸 水 柠檬酸和咖啡因 包括7X 其中调料部分由橙油 柠檬油 肉豆扣油 桂皮油 盐碎油 橙花油和酒精组成 这些原料的比例和混合方式 是可口可乐的核心机密之一 被称为7X的香料正是其中的关键 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 想要试图破解这个绝密配方 但都是徒劳无功 为什么可口可乐可以受到 大家喜爱并蜂蜜全球呢 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可口可乐始终不懈投入于扩充产品线 现已全面布局食品饮料领域 销售额遍布全球于190国及地区 其中包括充满发展机遇的中国 印度及巴西等新兴市场 事实上有些专家认为将来的某一天 可口可乐的配方不只是一种饮品 还可能代表着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 犹如一张洋溢着欢乐和活力的名片 铭记着可口可乐的深厚底蕴 这款深受全球喜爱 从儿童到老人 无意不爱的饮品 目前已有约19亿人次 每日饮用 据统计平均每秒钟 便会售出2万瓶左右 因为大家已经明白 那款深红色的液体 不仅只是代表一种饮品 那么简单 它也象征着一种悠久的历史记忆 也是可口可乐 获取成功最珍贵的资产之一 总之在其持续稳健发展中 可口可乐始终保持着神秘色彩 吸引着全球消费者的关注 在人们期待着可口可乐配方的未来走势之际 这里衷心希望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神秘感 并在带给我们舌尖上的愉悦的同时 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独特的文化魅力 面对挑战 可口可乐选择勇敢面对 适应市场需求 调整优化品牌形象 从而形成独有的竞争优势 这一切都源于可口可乐秉持 关注消费者需求和市场动态的理念 除此之外 品牌建设也是可口可乐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 他们始终坚持明确的品牌定位 以及多元化的市场策略赢得了广泛认可 今天我们看到可口可乐公司 已经成长为一家全球性的食品饮料巨拨 我们不禁感叹这一切的来之不易 从一个小小的药房小铺 到全球知名的食品饮料巨头 可口可乐用自己的努力 赢得了世界的目光 总的来说 可口可乐公司的历史和成功 鼓励我们永攀高峰 不断挑战自我 尝试突破传统行业的界限 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在此 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 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方向 不断奋斗 追求梦想 以实现人生价值 可口可乐公司的成功 并非仅仅依赖神秘的配置 更源于其对产品质量的严苛要求 对消费者需求的敏锐感知 与持续创新的决心 长期以来 这股精神推动着 该公司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进而为广大拥躬们推出更加 美味且有意健康的新选项 可口可乐公司的宗旨 不仅限于秘方的保护 更在于对产品品质 近乎偏执的追求 以及对消费者需求 深入洞察的执着 由此 引得公司不断拓展销售网络 积极引入新赢广告策略 从而率先抢占国际市场份额 其实当你想要放弃时 请记住 可口可乐 第一年也只卖出了25平 请记住